甲体龙鼻来讲肯定是一个手术 那么单纯从安全性来讲 我觉得肯定还是甲体龙鼻更安全 但是可能甲体龙鼻大家觉得毕竟是一个手术 特别其实我们在做鼻整形的时候 我们现在的鼻整形已经是一个综合龙鼻的概念了 就是很难说我们只做我们的这个鼻背的这个区域 所以往往既然是一个综合龙鼻 可能我们会涉及到比如说肆体的一些软骨的取出 然后重塑鼻线的形态 那么这些综合起来 其实鼻整形来讲也是有一定风险的 但是这种风险可能和玻尿酸的风险不一样 更多的时候是我们的求美者觉得 做出来的样子不是我希望看到的 或者说我做出来以后呢 我觉得鼻子有点歪等等 这些方面的就是对外形的一个不满意 而玻尿酸的风险呢可能在于呢 就是我们在注射的时候 如果呢万一把玻尿酸打到血管里 造成这个血管栓塞 那么更不幸的是如果这个栓塞又刚好 在我们的眼球后方进入我们的眼动脉 或者是网膜中央动脉以后 那么就会造成一个失明 那么这种风险呢 其实是我们觉得更严重的一个风险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